这是一部堪称党片希望的电影 也是张家辉质量最高的恐怖片 该片有一段取材于轰动一时的兰可儿死亡事件 现实与故事的碰撞 让这部电影的恐惧不再局限于荧幕 强烈建议艾特尼的大运种朋友一起观看 相传 农历7月15鱼兰节 鬼门大开 无数的亡魂将会回到人间 在这一天 人们会准备好祭品祭拜先祖 还有人会请演员搭台唱神功戏 老王作为当地最出名的戏班班主 今年也接到了委托 就在他指挥众人排练时 离家数年的儿子家辉回来了 老王非常高兴 他的女儿却脸色阴沉 两兄妹同父异母 一直没什么感情 家伙也没有说什么 独自回到房间收拾行李 一觉醒来 他发现行李被人翻得到处都是 窗户也不知道被谁打开了 就在他弯腰收拾时 桌上的照片竟然自己动了一下 来到戏班 戏员们正在为表演筹备 家辉低头给前女友发信息 浑然不知 播原出有一群特殊的观众 第二天一大早 家辉被戏班的盘烈声吵醒 来到仙台 父亲准备给他介绍下戏班成员 这时 一夜未归的晶晶带着酒气回来了 妇女俩打吵一下 老王被气得当场犯了心梗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但眼看开台日子就要到了 戏班不可以没有班主 于是台柱子小燕找到家辉 建议让他暂待班主一职 还没等家辉说话 电梯门打开 一个阿婆推着尸体走进来 狭窄的空间里 两人都有点局促 而那个阿婆却一脸严肃地看下了家辉 终于电梯到了 两人赶紧逃了出去 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阿婆的走路姿势 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回到戏班 小燕宣布让家辉担任代理班主 众人虽然都没反对 脸上的表情却隐隐透着不满 晚上 家辉与小燕到酒吧喝酒 酒憨人醉 两个人渐渐敞开了心扉 就在两人坐车回家时 街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衣女人 女人伸着手想要说些什么 却因车速过快 瞬间消失不见 回到家 两人分手道别 一个转头的功夫 小燕就像换了一个人 她热情的堵住了家辉 随后 两人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而令人奇怪的是 第二天小燕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并且拒绝了家辉的约会请求 这让家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深夜 妹妹守在父亲的病床边 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掀开帘子 里面满是人影 深夜 女孩守在父亲的床边 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掀开帘子 满是人影 她以为是临床的家属 正准备继续睡觉时 突然想起隔壁根本没有病人 她急忙再次掀开帘子 帘后竟然空空无也 难道之前的一切是错觉 女孩站起身 准备倒杯水清醒一下 下一刻 女孩出现在监控里 此时的她壮弱失神 在电梯口不断徘徊 手上还一直比划着什么 画面戛然而止 等到晶晶再次出现时 就像换了一个人 原本非常反感加回的她 现在却公开支持她 当代理班主 更奇怪的是 一直不愿意学系的她 开始主动跟着小燕学唱戏 那份身段 就连戏班里的老人都自愧不如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嘉辉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 晚上 她被唱戏的声音吸引 走到大堂 台上两个人影闪动 原来是小燕跟晶晶在摸黑训练 嘉辉没有打扰 转身离开 可下一秒 第二天 嘉辉来到后台 发现一个没有脸的女人正在化妆 她刚准备上前查看 头上的吊扇突然掉了下来 回过神 鱼人已经没了踪影 怪事贫乏 嘉辉决定去电影院放松一下 显然 她已经忘了阿婆的话 电影过半 角落里一颗人头 缓缓咧开了嘴 再次细看 却又什么都没有 此时的她毫无察觉 身后正坐着一群不寻常的观众 回去的路上 怪事仍在发生 原本普通的路人 突然180度牛头 嘉辉被吓得逃回家 醒来后 竟然发现床边摆满了贡品 昨天的吊扇 今天的祭台 嘉辉认为是西班 有人不满她当代理班主 可由于没有实质证据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可就在小燕 准备帮她收拾房间时 怪事再次发生了 小燕倒在地上不停抽搐 嘉辉赶紧出门找人帮忙 可当她带着人回来时 小燕竟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为了搞清楚 到底是谁在捣鬼 嘉辉在西班里安上了监控 这使得她绝对想不到 监控装好的第一天 拍下来的竟然是自己 熟睡的男人被一阵剧痛惊醒 拉开裤管 竟然发现自己在梦中骨折了 忍着剧痛 男人打开了监控 画面中 一个人缓缓走出了房间 而那个人赫然就是他自己 还没等她从震惊中缓过来 实施监控中 一个女人走到了她的房门前 嘉辉赶到身后一阵发凉 回过神 女人已经从画面上消失了 直觉告诉他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好不容易鼓吸勇气回头 身后却什么都没有 窗外一阵火光闪动 房间就此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 给嘉辉治疗的医生 建议他拜神去具晦气 嘉辉听完 当晚就在西班里拜神了贡品 可就在他转身接电话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异想 贡品被人打翻了 嘉辉赶紧去查看监控 画面上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难道真的是鬼魂 小燕缓缓坐到嘉辉身上 然后突然拿起了一遍的刀 幸好嘉辉反应及时 一把将的推开 倒地的小燕似着扭曲 似乎在与身体里的 另一个灵魂搏斗 最终 在这一阵圣人的抽搐后 小燕恢复了平静 嘉辉惊恐的盯着她 她却理了理头发 一脸淡然的离开了房间 隔天 嘉辉找到西班的人 想要取消演出 然而台已搭 神已请 如果取消 就是欺骗鬼神 西班的人都不敢出眉头 嘉辉也只能另想他发 可还没等他想出办法 恶鬼又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整个西班 等到嘉辉赶到时 西班的所有人都一袭白衣 飘在半空 突然一个人影闪过 宝安被扑倒 嘉辉刚要去救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掀翻在地 危机关头 老王赶到了 他举着神像 挨个照相被附身的人 竟然立刻恢复了清醒 可到他们准备逃离时 神像却诡异的炸开了 随后 其中一个神员被附身 用长枪连续捅死了数人 看着惨死的女儿 愤怒的老王失去理智 冲上去强过长枪 对着那人的胸口 却是狠狠一枪 与此同时 小燕再次被附身 仅存一点意识的他 让嘉辉赶紧走 花音刚落 他就被恶鬼活活摔死 紧接着 恶鬼又找上了老王 眼看嘉辉就要被掐死时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抓住了老王的衣领 饿鬼被激怒 全部钻进了嘉辉的身体 那一刻 嘉辉知道了真相 原来 在数十年前 他的母亲 因为嫉妒年轻的花旦 放火烧死了戏班所有人 这群亡死的人怨气不散 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 嘉辉终于明白了这一切 于是捡起地上的神像碎片 插进胸口 亲手了结了这段仇恨 故事的最后 老王登台完成了表演 台上一出好戏 台下观众两三 7月15 鬼门开 这一台大戏 向来都不是给活人准备的表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班 咱们下期见